菜水果也要糕 我是李昆座的位 感謝你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誰有最愛 最快樂的電台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聽一下今天子瑜生活234 我是朱祁琳張曉柏 我也是朱祁琳 呂宇珍 這個昨天我們剛好在節目上面有跟聽眾朋友聊到 就是說香港現在啊 林鄭月娥 這個特首竟然出來說要撤掉這個逃犯條例 也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送中條例 英雄港其實正確的名稱是逃犯條例 那這個當然今天媒體他們就問 那林鄭月娥你會改變這個三個月以來的立場 撤回逃犯條例到底是怎樣 到底是你的決定還是習近平那邊的決定還是怎樣 那當然記得林鄭月娥當然就是很 很假掰的講一堆很假掰的話 比方說什麼他最近見了不少人 來自各種不同政治立場 大家對話都要有基礎啊 所以提出的 昨天提出有四項行動是對話前的這個基礎 比方說他要調查這個案件 然後要跟香港的民眾成立這個溝通的管道 我覺得都是廢話 然後那個林鄭他就說 他說他在撤回條例的時候從來沒有改變想法 他說他在6月15號就已經宣布暫緩修例 在七月份的時候他也說過這個法案 受終正寢已經表明沒有要修法了 然後展現政府願意對話的誠意 不是啊你政府願意對話 然後你八月份整個月整個八月都在打人呢 你的生意是禁滾還是黑道 我真的看不見 我這個東西很奇怪 這個人說他很有生意 但是他都老人在打 這是真的 這是香港的黑道的對話方式 我不要看過這種的對話方式 所以他也略強調說 因為林鄭月娥最讓人詬病 最讓人嚇到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是傀儡 他是中國政府的傀儡 所以當然這一次他要這個 吹動這個送中條例 他當然也不能說是中央叫他撤的 那當然這個很多大家都其實心知肚明 就是說這個東西中央沒有叫你推 你不敢推 那中央沒有叫你撤 你也不敢撤 那他就講什麼他說什麼 這次的撤回這個送中條例的這個決定 是香港政府提出的 那中央政府一邊遵循一國兩制 然後也一邊支持他 我聽你在撤風聲 我其實某些程度蠻可憐林鄭月娥的 不過還是老話一句 可憐之人廟可惡之處 這就是我感覺說當季以來 就是林鄭月娥收聽中國的威 所以說才會落得今天的這樣子下場 那比如說我們就說了 這個林鄭他今天撤回了這個法案 因為我們都說他是一個惡法 那這個香港的朋友到底買不買單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他這個下面的留言 哇這個有高達九成的這個香港的民眾 都說讚 都說跟他讚 也是四聲啊 不是讚喔 四聲不是讚 這個齁 所以不是 啊不然他們是說什麼 他們看到這個反應 然後理論上這個撤回 大家應該很高興 理論啊我們理解來看 是 結果不是 因為在這個林鄭月娥 他把他的這個 事先預錄好的這個聲明 放到網路上之後 那就在晚間的六點半到七點半 短短一個小時之內 總共有超過兩千八百次的留言 然後呢這個留言當中 其實有很多人都在爆出口 爆出口 對意思就是說 對 就是這個 那個就是 意思就是說對林鄭很不滿就對了 大概這個出口比例高達89% 哇這麼這麼兇 大家氣爆就對了 對對大家氣爆補啦 所以說為什麼 到底就算林鄭月娥把這條犯條例退回了 為什麼香港人還是這麼生氣齁 我想我們可以用一個報導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香港人還是如此生氣齁 那根據這個民間人權陣線的臉書啊 這個我們都簡稱他叫做民政 那民政他就表示齁 如果林鄭月娥想要靠著這個撤回惡法來平息整場爛攤子齁 漠視群眾對五大訴求的堅持 那麼林鄭犯下的就是這個政治嚴重誤判 對局勢這個於事無補啊 所以說這個民政其實剛剛除了網友說八十幾%不買單 大家都強爆了對不對 那現在連這個像民間人權陣線他們也不買單喔 是 那他們說什麼齁 意思就是說這麼一天各位來齁 這個警隊啊 濫暴濫捕啊 就是這個濫用暴力啊 然後隨便抓人啊 然後跟這個黑社會結盟啊 跟黑社會聯手 然後對於這個無辜的市民 就是又打又踹 然後又對他們造成生命的威脅啊 那所有有良知的香港人 最基本的訴求就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然後呢以司法的公正 將期間這個期間內的事件真相還原 然後來追究說這個黑警四人幫的責任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就進一步來講喔 如果林鄭月娥無法跟上這條香港人的基本道德底線 反倒只是加入更多保守 然後清政府的人士加入這個監警會 就是監督警察監警會 然後自以為這樣就可以已經交貨了 就已經交財了 就不面對群眾對政府一切的不信任 那所謂的對話也只是說我等這個 這個只會是我等過去的一直批判的這樣子的公關遊戲而已啊 喔我了解了 就是說因為他們過去聽聽就是這個 林鄭月娥他們應該說這個香港的民權人權陣線啊 我們過去其實很常批評說林鄭月娥這個人就是在玩公關遊戲 就是這個聯名這個一手胡蘿蔔一手棒子啊跟你打啦 那甚至是講什麼 他現在說要加入這個監警會上面意思 這個監警會就是說林鄭月娥這邊要來成立就是說 他要成立一個協會啊來監督警察執法 但是你這個協會裡面就是說全部都是你香港人 那不就是你的裁判也是你的 裁判也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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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以為他只要撤回了這個逃犯條例喔 這件事情就是香港目前的這種激烈啊混亂的局勢 可能就落幕了 結果沒有喔 不是喔 記得民間人權陣線喔 他們就說喔 這個經過數月來獨裁暴政的人血無情 是 令他們啊 就是令民政 令香港人 這個爭取這個雙爭普選的決心更加堅定 那他們將持續抗爭 直到五大訴求全部得到落實為止 喔原來是這樣 宇正我們剛剛這個留言區喔 我們臉書留言區有一個民眾說 宇正比那個什麼學姐棒多了 謝謝 你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有有有 那你有覺得統獨是假議題嗎 那沒有統獨是爭議題啊 你如果要去跟中國統一的話 你就會面臨香港 我們之前在討論 你連普選都沒有喔 什麼叫普選 因為過去香港那些在選舉的時候 他們是一小撮人決定大家的這個名義代表 跟我們臺灣的這種之間民選是不一樣的耶 你如果認為這是假議題的話 你以後連選這個 比如說學姐現在想要去選立委嘛 你以後 誒說不定他就是覺得他可以不要用選的 他可以被指派的 喔反正他覺得統獨不重要嘛 對他覺得統獨不重要 所以現在才會這個 他的老闆柯文哲才會去巴著中國嘛 對不對 所以他才會覺得統獨不重要啊 對不對 像我們這種我們認為民主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就覺得統獨重要 因為你一旦跟中國統一了之後 你就沒有所謂民主 或者是直接民選這件事情了 香港就是一個案例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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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這個周子余去幫我們 抓這個國際統獨不重要 對不對 你們這樣的認為統獨不重要 沒有辦法 你也沒有這樣的認為 不然他想要去幫我們去幫我們 這個要投資 對啊你如果想要出來選舉 你就要去認知到一件事情 統獨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出來選舉的權利 就是如果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才能夠賦予你這樣的權利 不然你就不要出來選啊 對這很奇怪啊 這整個就很吊詭啊 所以都不知道說難怪這個 難怪我們聽眾朋友說 宇貞比學姊優秀多了 就是這個比較尖銳一點啊 還是要趁機回應一下這個學姊 這位不知道該怎麼說的新政治人物啊 不過我有時候覺得是這樣子啦 就是年輕人要到你選擇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 到底把他領進門的這個老師是誰啦 因為這個會決定年輕的這個政治從政者 他怎麼看待這些事件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是學姊就是 遇到不好的人啊 遇人不俗啊 遇到不好的老師 對啊 你知道好的老師帶你上天堂 後一句話就 對啊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買股票啊 我們沒有 OK那剛剛這個宇貞講到的是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 他們對於這個林鄭月娥這次的反應 非常的不屑不以為然 那目前我們也有掌握到的資料是說 在這個9月28號的時候 台灣這邊也會來辦一個全球港人連線網會 不管是各鄉還是台北都要準備來辦啊 到時候如果真的是這個行程啊 這個活動資訊有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會在節目上面來做這個選團啊 OK那這個剛剛講完這個香港這邊的看法對不對 我們接下來分享一下中國人的看法你覺得怎麼樣 好啊沒問題 中國人是誰你知道嗎 中國人怕鬼 不是啦 我也很怕鬼啊 不要這樣你這樣講好像我是中國人 不是 中國人 中國人不只怕鬼 中國人還怕民主自由 這人送呢 這人就是黃志賢啊 我們的中國同胞 中國朋友黃志賢 志賢又來了 他9月4號的時候 他在臉書還有這個微博 他叫這個微博 他在微博發文指出 好想揍小博 微博 有時候聊到中國的時候就想要學他們講話 好了 他們這個黃志賢他就發文啊 他就講說 香港政府這個修訂這個逃犯條例 其實是為了要找回司法的公平與正義 是為了要平等對待台灣人 還是倒一點點不對 倒一點點不對 跟台灣人什麼事啊 幹我屁事啊 然後他說只有殺人犯火的犯罪跟港獨 外國情報系統會對逃犯條例恐慌 然後他也認為說只有犯下嚴重罪行才會被引渡到中國 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那個黃志賢女士 就之前我們銅鑼灣書店這個失蹤的店員 跟銅鑼灣書店的店長林隆基 他們是犯了什麼殺人罪行被抓起來嗎 欸對啊 好像也沒有啊 只是賣書而已 你知道在台灣有很多獨立書店嗎 你想想看就是 以後如果這個逃犯條例通過 有可能這些書店的老闆他只是過境香港 然後他就有可能會消失耶 對啊 就很奇怪啊 那這個昨天晚上也有這個香港的這個民運分子 他跟這個台灣基金的黨主席陳義齊 在這個YouTube跟臉書做直播啊 這個陳浩天嘛香港民主黨的這個發起人 那請問他是殺了誰嗎 好像也沒有啊 對好像他就被無緣無故就被逮捕 再來再來一個 諾貝爾人權獎的這個得主劉曉波 他也被中共關關到肝癌才放出來啊 那請問他犯了什麼嚴重的罪行 諾貝爾人權獎對世界文明 這個對你們炎黃子孫也有貢獻啊對不對 那他怎麼樣也沒有啊 那為什麼他會被抓被中國抓起來 這也不對啊 是 所以我其實也覺得說 有可能是這個中國人自嫌啊 是是是 這個根本就不了解這個法案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你知道墨魚站啊 墨魚站 對墨魚 墨魚 就是有座站啊 喔有座站 我是說墨魚是哪一個中國人的名字嗎 不是 有座不是有另外一個名字 是叫墨魚嗎 喔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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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魚就對了 這個 這個有座墨魚 小捲啊 套Q啊 套Q啊 我分不清楚還有Taco 還有Taco 這真的拍那個 請問哪一個是套Q 分不太出來 這個講一講就被拉走了 不是因為講到墨阿歐你就會想要講到墨烏魚嗎 對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中國人自嫌 真的有一個那個就是蠻奇怪的啦 但是他後面當然也繼續來批評 他說這個 他說這個 黃之鋒啦 因為最近這個香港 香港人黃之鋒也跑到台灣來啦 雖然 就是先做一個前情提要 我其實也認為黃之鋒真的有一點特別啦 就是他這個選擇 因為他在來台灣的過程當中 他接觸了民進黨也接觸了時代力量 最讓我匪夷所思的是 你怎麼會跑去接觸國民黨呢 蛤 等一下 他黃之鋒是香港的學運領袖之一嘛 他早來台灣接觸這個時代力量跟民進黨 還有去接觸國民黨 對 你們是認為國民黨可以幫你們土地建構嗎 對啦 所以我記者的認為說 好啦這個就撇除不講 但是中國人自嫌也是對這個黃之鋒有所不滿啦 意思就是說這個黃之鋒跑到台灣來這個要武揚威啦 意思就是說如果要把這個黃之鋒收聽 那就是挺香港人 所以要求呢我們台灣人要在10月1號的時候 替黃之鋒上街遊行啦 然後要求台灣要修改法條 然後讓他跟讓黃之鋒跟他的幾千名同志 可以輕鬆拿到台灣身份證 那這個黃之鋒什麼時候變成台灣人的祖先呢 我其實看不到他到底想要表達什麼啦 他就是認為我們跟香港人走太近他不開心 對他後面還有說台灣人什麼時候成為港獨的殖民地 然後台灣人是次等人必須當港獨的二等公民 黃之鋒甚至到台灣人就要跪地接職任他擺佈 這邊還是想要幫黃之鋒澄清一下 就是黃之鋒他沒有支持香港獨立 因為黃之鋒在香港他不是這個民族主義這邊這一派的 他不是這個本土派的 所以支持香港獨立的是另外一群人不是黃之鋒 那所以這個件事要幫黃之鋒澄清 那這也是我覺得這個難民法現在有一個 這個正義有一點小小的需要討論的地方 就是你知道黃之鋒來台灣是為了要促成說 台灣這一邊來支持修改這個難民法 修改一些香港的難民嘛 但是你在你的國家你都沒有主張 你要當你的建國的時候 你叫我們修改你的難民 我是覺得某一個程度是沒那麼怪怪的 而且過去這個是全世界都發生過的事情 就是說全世界當他們開始有了這個難民法之後 中國應該說這個假借被中國迫害的民意 但是實質上去滲透別的國家的這種 這個那個深情難民的其實大有人在耶 是是是 所以說其實大海國家也在警告台灣啊 意思就是說你台灣雖然離香港非常的近 也知道說這個在某些歷史因素上 台灣人跟香港人的這個處境其實是非常雷同的 那你可能會有覺得說兄弟或是兄弟姐妹受到這個壓迫 你會有這樣患難兼真情的時刻 不過請台灣人也要小心齁 就是如果你們冒然的這個通過了難民法 你們很有可能就開了一個大門 這個大門是什麼 就是你讓中國白藝用另外一種形式進到台灣來 而且他們可以拿到台灣的身份證 對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還有點爭議 當然我跟余甄在這裡講這個 不是說我們沒有歡迎香港人 你真的受到這些政治破壞社會 我不是說沒有歡迎你來啦 因為我跟余甄有實際一個香港人 走去德國的這個年輕人就是這個黃太陽 其實我們大概在三年前兩年前就跟他認識了 所以說其實他們的處境我們一直都很清楚 所以說這個其實不是說為了 說要怎樣你們都不准給我來 因為畢竟是我們在生活在台灣的人 我們是這個台灣這邊本土的政治剛做這個 所以某一個程度我們也是必須要站在台灣人的這個力量 包括到這個風險評估裡面 我們必須要做出一些的這個建議或評估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這件事情 對對對因為比如說我們當然也會想說 我們是要真的實質上面可以幫到香港人 我們才踏出這一步嘛 那不然你比如說好我覺得對內是這樣子 台灣的體質到底目前台灣的體質有沒有辦法承受 這是第一點 那內力量是什麼 對香港人來說就是如果台灣的環境不夠好 還是說台灣這些中國代理人 他們有可能因為一些因素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可能對香港人怎麼樣 我們也沒辦法去交代 所以說我其實的認為就是 因為我知道這個實在量很用力在推難民法可以盡速通過 但是後面這個10年20年甚至50年之後 有沒有可能替台灣帶來另外一種這個可能比較危機的局面 這也是我們在這邊要提出來的 當然意思不是說我們不歡迎香港人來怎樣怎樣 我們當然也歡迎我們當然也接觸過很多這種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被判刑的啊 他有可能只是說他只有雞頭 然後跟這個警方發生衝突 然後就被判刑的這些年輕的這個政治流亡者 我們其實都接觸過都認識過 但是對他們最好的交代就是 第一步我們台灣要先顧好 不然你自己都顧不好你怎麼給別人交代 就清楚記得兩個人在交往的時候 你自己的心理狀態都顧不好 你怎麼讓對方覺得跟你在一起是安全的 是是是是 所以這都是一些問題啊 當然這個鐵宇珍要補充一點 因為這個我是在網路上看到的 有一個人在說 他說有些人來到台灣 這邊他主張他不想支持香港 自己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是他的主張喔 但是他又希望台灣修改難民法 收留香港難民 他說這種心態很奇怪 這種心態不想說有些中國人會跑去歐洲美國 在那些快樂的生活 但是他們沒想要在中國追求民主 所以就是說這種人有可能 不是說全部人 但是他說有些人的心態 有可能是他們只是想要到國外去過 繼續當中國人 他對於自己的國家變成新的 或者是這個有別於中國的這個新香港 可能沒有興趣 這我剛剛是我覺得是不好 我覺得如果港台要共同奮鬥 那我們目標就是一樣嘛 就是維持我們自由民主的生活 那我真的是真心的建議香港人 可能需要思考一下 香港是不是應該要成為一個 獨立自主的新國家 是啊 OK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在這裡先進一個講座 我們講座之後我們繼續回來 小學生都變 人生無雙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需要 身體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向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開票門 我們如果要睡之前 開票讓自己的完全債助 做生我們的心來會比較平靜 免費跟你結婚 碰起三三五 數理三三 阿樂 我想租車帶家人出遊耶 你有好建議嗎 那就找全球租車啊 全球租車是外交部指令廠商 全台專業附駕 各種車種 包含禮車 轎車 休旅車 大巴 中巴 小巴 全球租車公司應有盡有喔 哇 那實在是太棒了 我要趕快去全球租車囉 商務接送 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 就找全球租車 電話 07813-3402 813-3402 少年不養生 老了養醫生 男性朋友要選對保健用品 攝虎劍南瓜籽茄紅素 血成唱必定 使用南瓜籽 茄紅素 蝦紅素 還有專利的血成萃取物 可可多芬 一次給你所有該有的保養成分 給男人幸福的人生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過播 0809-092-898 隨著年齡增長 您更需要補充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是人體組織中 重要的蛋白質 酵素水解專利膠原生態 分子量小 不含糖 脂肪 膽固醇 不使用人工添加物 讓您安心無負擔補充膠原蛋白 留住青春 讓您容光煥發真的很簡單 酵素水解專利膠原生態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或播 0809-092-898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邦 歡迎回來子余生活234 在幕時間 我是朱祺琳 張曉波 我也是朱祺琳 李宇珍 宇珍這個週末 紐約會有一個挺台大遊行 這個其實我覺得現在就 我感覺就是整個世界這個潮流 就是跟這個 其實不是說只跟台灣騎走 是跟中共的壓迫者們站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 那當然這場紐約的這個 那個遊行它叫做 Keep Taiwan Free的挺台遊行 那他們就是其實有美國 非常多的這個參議員 然後還有一些在美國的 我們的台橋們 我很不想要說華僑 我都說台橋 是 本來的台橋 是 就是台橋 因為就是台灣 所以我要說華僑 我差不多了 當然這裡面 包括美國的馬里蘭州的參議員 還有什麼國台會 台灣連線共同主席 二海二州的眾議員 這些人都有來參加 然後還有在遊行登場前戲 有發表這個公開信 那表達對這個遊行的支持 那包括記得卡定 他是馬里蘭州的參議員卡定 他就來說一件事 他說這個 他很自豪可以跟這些 就是台灣的民主 以及人權的這些人士 台灣人民 站在一起 那他也強調說 其實世界上很多的這個民主自由 都受到專制的這個危害 專制獨裁的危害 那所以他說 在這個時候展現台灣 還有區域國際盟友之間的團結 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的時候 有的人會說 你辦的遊行也不好 其實有的時候 你遊行這東西 不是看說遊行的 遊行有好還是不好 主要是說你向國際來傳達什麼樣的訊息 你在高雄辦這個遊行的時候 你來電話說有外國人 有可能就在自己的Facebook 什麼要分享啊 這些東西有可能就流到 因為全球化的年代 然後不怕網際網路的流行 它其實就能夠擴散到世界各地區 然後讓各地的人知道說 其實台灣雖然不然選出一個親中韓國語 可是台灣民眾其實是想要跟民主 站在同一邊的喔 所以剛才記得卡丁 記得參議員 記得牌裡面就有審 他就說 呼籲世界領袖跟自由社會 應該要站穩立場 那跟這個 要對抗破壞人權者 其實我們都要來 這會來打拼 這會來加油 除了卡丁以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人 叫下坡 下坡也在這個牌裡面有說到 他說做為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 跟這個台灣民主轉型的見證人 因為說我們台灣在民主轉型的過程當中 可能讓世界也有另外一個那個嘛 因為其實台灣是一個 美國可能以為中國會跟台灣有一樣的情況 就是說你的經濟越來越好 你的民主的過程 因為他的意思 過去其實美國對於這個中國國民黨的施壓 就是說我讓你經濟可以發展 但是你要轉型成為民主的國家 所以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有可能變成說是中國一個範例啦 結果沒想到說阿中公其實沒辦法 這個你知道就是爐子不可叫耶 是是對 所以說到這個 我們繼續說回來這個下坡他說什麼 他說台灣的民主 人權跟法治的發展 其實是世界上面第一名的故事 先說的故事 不是有中國那樣是失敗的故事 所以說在這個 但是呢在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無形打壓下 我們台灣即使貢獻良多 但是被這個國際組織排除的情況 卻越來越嚴重 是是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是很主席這個台灣的公民 除非使用中國政府身份證明 否則不被允許參觀聯合國大樓 是是是 然後他也呼籲說 這個以美國和理念相近的 這個民主國家為首的國際社會 必須站出來反對這些欺凌的手段 因為其實不只是這個 中國好像也發了很多的這個信 跟這個命令給很多的航空公司 意思就是說 你的台灣後邊 你一定要看有一個China就對了 就有像這個 下坡就繼續說 他說今年的這個遊行 不單是聚焦在台灣 他其實也聚焦在這個中國共產黨 在國際上的邊緣化 然後以及這個他們壓迫屠博啊 然後維吾爾族人啊 還有香港的問題 是 所以說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比如說維吾爾人跟屠博人 都正在被壓迫 被壓迫的形式就是他們被關進去 這個再教育 是 那法輪功跟基督徒也正受到迫害 然後還有今日香港反送中的這個示威 跟警察過度使用武力 標誌了一國兩國的這個一國兩制的模式 有可能會破滅嗎 所以下坡站出來 他跟他的這個國會同僚 會持續嚴正的關注中國侵犯人權的問題 然後呢也將繼續跟台灣人民 還有所有這個被中共壓迫的人站在一起 嗯嗯嗯嗯嗯 宇鎮頭一開始有說到 其實這個台灣的轉型正義的一些案例嘛 我們這個做短信正義 這件事就讓我想到 這個其實社會科學理論 其實有對台灣做出一個分析 是說 我們是所有的這個後殖民國家 那就是說這個市民家已經離開了 因為我們已經完成這個民宿專程嘛 就叫我們解除戒嚴嘛 我們是轉型中國家啦 但是這個理論就是 殖民者已經離開了 但是殖民者的意識形態 殘留在當地人的身上 這件事可以很多舉例 比方說這個我們台灣的長輩 我們的爸爸媽媽 他們會叫我們的孩子 叫他們的孩子就是我們 我們這代的叫我們不要拆政典啦 但是拆政典這件事在歐美 這些民主老牌國家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他們在高中 比方法國他們在高中國中的時候 就要開始學哲學 哲學其實後面就是 就是他們對世界理解啊 對世界什麼東西 這些社會事情 這些修法 怎麼討論事情 其實在台灣都沒有 我們台灣的高中 是在教你怎麼背書 這又不一樣了嘛 包括就是這個 有些人就是說 中國國民黨 雖然說這已經不是這個執政者 但是很多人都認為說 我們就是什麼炎黃子孫啊 中國來的啦 怎麼怎麼怎麼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說 人家已經沒有在這個市民的位置啊 嗯 形式上沒有在那上面 但是很多這個威權的這些遺堵 還留在這個台灣人民的這個心裡面 是 還有一個 我覺得說是過期 黨國時代 是 留下來的遺堵啦 要怎麼說 就是有些人 會認為說 他今天有飯可以吃 有錢可以吃 是因為中國國民黨給他 但是其實不是嘛 就是 這個國家的利益分配 他其實是 國家的制度 所造成的 是國家的制度 所分配的 所以說今天 不是說 中國國民黨怎麼怎麼 那個其實都是政策買票的 其中一種方式 民眾服務社嘛 對 過期 國民黨 把國家的財產 轉成他們自己的 然後他們在用些方式 然後轉成這個 私人的財產 這其實都是一個部分 是啊 所以說到政権主席 我們看到的 專行政議的部分 回到政権嘛 這個不當黨產的 這個追討也正在進行當中啊 那我會認為說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我們雖然都知道 這些殖民的這個 遺堵還遺留在我們身上 但是這些事情都正在進行 就表示我們正在進步當中 我們在民主專行的過程當中 但是每年 如果你的票回不到 你可能又再走回去那個時代 你就變民主北股 對 而且你這個北股 你不是退回到 這個中國國民黨那個時候來的 那樣子的 你是直接退到了另外一個國家 叫做中國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比如說韓國瑜嘛 他就是國民黨的嘛 國民黨他們就要修改他們黨 變成一國兩制嘛 這是第一的 第二的是什麼人呢 有可能是郭台銘啊 有可能是這個柯文哲啊 那郭台銘跟柯文哲他們其實也都是這個 比如說郭台銘就會認為說要聽中國老大的話啊 然後柯文哲就會說他要兩岸一家親啊 然後他是聽這個蔡也銘老大的話啊 所以說這些人其實看到的後面都是中國嘛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剛才說到這個齁 今天有一個文哲啦 一個學者 這個學者的名字又跟我一樣 我剛剛叫這個柯楊的都叫不錯的 真的 哇小柯啊 但是演導的只有一個好不好 欸沒有啦 開玩笑 好啦好 從今以後 你是不是聽不下去了 只有各位聽眾朋友看到張小柯 就可以跟他說 哇這不是天下第一帥張小柯嗎 謝謝謝謝謝謝 喂 這個天下是中天的天嗎 那有可能 有可能剛剛我們已經調了幾百個的這個聽眾朋友 被退戰這樣 沒有啦因為剛剛有講到說這個我們國內有幾個狀況吧 當然是包含是民眾的這個身心靈 其實都還有一些黨國士其實遺留下來的意識 殖民者的意識型態 那剛剛宇貞也有講到就是有一些這個思想是這個 真的很不OK 甚至是島內的一些政治人物 他們其實是中國的那些細作嘛 那其實今天這個文章是講說什麼 其實是長期在關注台灣跟中國這個資訊戰 有一個專家 他是這個台北大學犯罪學的這個教授 他叫做沈柏洋 他今天就 他說前兩天 他有參加這個國防部智庫 叫做國防安全研究院的這個演講邀請 那他就表示說我們目前處於這個中國資訊戰的威脅之下 那為什麼我們還能夠生存呢 就是因為中共內部發動資訊戰的單位很多 那所以他們目前還沒有辦法做這個有效的整合 所以他不是因為我們真的防得住他們 是因為對方還沒有有效的整合的情況下 他們來對我們發動這種資訊戰 包括到假新聞 包括到參討 包括到一些這個 忙碌上面言論的這些影響的東西的時候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有效整合 所以我們進還沒有 還沒有給他們這些全方面的滲透 所以我們還有這個夾縫中求生存的空間 是 他來說 他說資訊戰傷害我國的這個傷害 對我國的傷害很大嘛 那中國眾多單位對我們進行的各種滲透 包含什麼 包含第一 退休軍公教的人員 包含農漁會 包含社區發展的這些學會 包含什麼 包括學校 包括到什麼 公廟 尤其是公廟里長跟大學教授 這又一邊 公廟里長跟大學教授 因為這三個 為什麼是這三個 因為這三個都必須要到中國去交流 這三個不是必須 但是他們有比較大的機會到中國去交流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因應這個資訊戰最麻煩的一點在於說 我們的這些內部會被影響到的人 其實多不勝 就是多到不可思議 你知道數不完 所以會有一種 就是你本人那樣說的 敵人就在本人室 知田信長 那所以未來他說 未來我們在消除這個 這個國外勢力的時候也需 這個必須要找到我國的相關的代理人 怎麼說就是我們常常跟雨晨在節目上面在說的 你必須要透明 你透明才能夠知道說 我們國內有哪些人真的是中國的代理人 那這樣子你才能夠這個有效的來做因應來預防 是 另外這個陳柏洋 他還有說一件 我覺得這個後面是稍微比較可怕一點的 但是這也是事實 所以要提出來讓各位聽眾朋友知道 因為其實很嚴重 他說 解放軍所屬的學校 在先前他們有申請了一個叫做潛意識攻擊的專利 這是他們發明的專利 就是對於潛意識攻擊的民間實力 就是沈伯良就直接提出來了 可以探討到美國那個六月份的時候 對Google進行聽證會 今年六月份的時候 美國對Google進行聽證會 當時有研究發現 Google透過改變演算法 然後導致這個美國民主黨候選人 希拉蕊柯林頓的得票數增加 喔 還有這些喔 是 所以說如果今天看回到我們台灣的位 這個神部長說 可以探討去年年底高雄市長選舉的時候 有研究發現 當時民進黨候選人陳其邁在耳機事件後 Google搜尋陳其邁的前幾個頁面 多為中國內容農場製造 然後這個壽命有限的假訊息 而當選的高雄市長的這個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 選前在YouTube的繁體字也好啊 簡體字也好 搜尋最頻繁的來源地其實不在台灣 欸 這也聽起來也很恐怖欸 標示說這個一些在不知不覺當中 有一些真的是影響台灣很嚴重的一些這個事情 正在台灣島內發生 可是你看喔 我們知道這個有些聽眾朋友可能是今天第一道聽到這件事 包括陳其邁行 這個韓國瑜選舉的時候這個網路的操作 對 但是你要知道咧 我們是過選舉之後我們才知道這件事 我們不是選舉之前 我們如果是選舉之前我們就知道 這就好辦了嘛 我們就知道說這有鬼嘛 那可能是我們是選完都已經選了書的咪咪帽 才發現說哇這韓流都是假的 都是中國的撲出來的 對 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 是 所以你知道它的方式是什麼 如果你用這種搜尋這種來看的話 當你比如說我們今天說韓國瑜 然後控一個草包 你用這樣的方式齁 你去搜尋一千遍 一千萬遍 那之後你只要打韓國瑜 控一個第一個就會是草包 所以說古年齁 有可能是這樣的方式 可能你打陳其邁 然後控一個 然後比如說就什麼 陷害韓國瑜 你這樣子去搜尋一萬一千萬遍的時候 你只要控一個 它後面出現這個齁 就有這個時候就已經影響了民眾對你的那個 他會推薦那個關鍵字給你看 對 所以這其實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齁 去年齁其實會認為說 啊這個陳其邁這選的太 有點溫吞啊 因為真的是說有假的消息出來 是說假的民調啊 假的這些資料啊 等等這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是要清唱 最近齁 我也覺得說最近其實進入了一個時代 你知道什麼時代嗎 新時代 不是啊 最近進入了這個大提告時代 大提告大提告時代 對 有什麼這樣說 就是這個這個 因為有很多的政治人物齁 是說不管你是不是政治人物啊 就很多人開始告這些假訊息的散播者了 譬如說前一陣子這個有人出來質疑 說這個割英文割總統也學歷是假的 是 那這個蔡英文 因為這個這件事情已經傳了大概一年多了吧 真的很無聊 真的很浪費社會資源 是 所以說割英文割總統的第一章 什麼時候呢 直接告下去了 對 那這陣子還有出現什麼齁 就是這個國民黨的很多高雄市議員啊 然後搭配台北的這個國民黨的立委啊 然後在那邊又在 昨天我跟小柏在節目上面爆氣嘛 就是這個 因為他們又在拿高雄氣爆的事情出來消費 對 所以說今天我看到這個好像是我們這個菊姐 剛好市長菊姐好像也出了一些文啊 包括這個今天這個台灣基進也對這個詹江春提告啊 因為那時候就是詹江春他透過臉書啊 YouTube啊還是說上節目啊 然後不斷的抹紅這個台灣基進的發言人陳柏偉 對 這件事 今天這個我們有參加這個記者會 是 就是因為前一陣子的這個議員叫做詹江春 國民黨的啦 他就在這個直播上面呢 他就發這個 不知道在哪裡找到一張 因為陳柏偉正前其實在這個電影公司在吃頭路 那公司當時有一個案子到中國去打電影 陳柏偉其實走到在政論節目 就在很多節目都在網路上面說過這件事 因為他就因為說這個台灣是海島國家嘛 海島國家的人民 你到世界各地去探視 這是天津第一很正常的事情 那是怎樣 我到中國去我也沒跪了 我也沒跪叫他爸爸 我也沒跪去我就說這是中國台灣勝 他也沒說了 甚至他是全台灣第一位在中國唱島嶼天光的人 而且是台灣的公司派他去的 是他也不是說是中國公司跟他簽了 這是台灣公司百分之百的台灣公司 所以這個桃園市的這個國民黨議員 詹江春他就在網路上面報一張 在這個打拼的這個現場裡面 陳柏剛好在討論事情 陳柏偉站在旁邊的這個商品 他就說一句說陳柏偉是中公阿公的幹部 他說他是賺紅錢 他說他要太大買了 怎麼怎麼不聽話叫阿公開賭 這一聽就知道假消息假新聞 而且這又是什麼 這又是掛名的假新聞 掛你詹江春國民黨議員的名 在這件事這個台灣基進 包括陳柏偉今天就很不爽 今天就在高雄地方法院 要把這個沾江春去割 對 上世的這個狀況是怎樣的 我們先進一個公告 我們不要專台 我們進一個公告 我們繼續來講這個陳柏偉今天 台灣基進是怎麼把這個沾江春來割 他們到底是說什麼內容 我們進一個公告 我們繼續來講 世俗的變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需要 身體在煩惱 所有的煩惱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張沾江文 我們如果要睡前 沾江讓我們自己的完全債助 做生 我們的心態會更平靜 免費自己結縁 放出335 數理335 阿樂 我想租車帶家人出遊耶 你有好建議嗎 那就找全球租車阿 全球租車是外交部指定廠商 全台專業附駕 各種車種 包含禮車 轎車 修旅車 大巴中巴小巴 全球租車公司應有盡有喔 哇 那實在是太棒了 我要趕快去全球租車囉 上午接送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 就找全球租車 電話 07813-3402 813-3402 從生完小孩抱著上下樓梯 現在走路變得好吃力 我也是啊 年紀大了喔 走路很不舒服 保養變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產品 讓你隨時更方便 選用來自純淨無污染的 紐西蘭奇蹟之輩 清口儀備萃取物 現在葡萄糖胺MSM關護乳膏 特價優惠中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或播0809-092-898 少年不養生 老了養醫生 男性朋友要選對保健用品 攝虎劍南瓜籽茄紅素 血成唱必定 使用南瓜籽茄紅素蝦紅素 還有專利的血成萃取物可可多分 一次給你所有該有的保養成分 給男人幸福的人生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或播0809-092-898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報榜 歡迎回來子瑜生活234這部時間 我是朱祺琳張小柏 我是朱祺琳李宇貞 那我們剛剛上一節結尾的時候 吊了聽眾朋友一個胃口 到底究竟台灣基進 為什麼要告桃園市的 國民黨議員 詹江春呢 原因是因為 詹江春真的很扯 我告訴你他多瘋 這個人開直播 就說陳柏惟在中國 賺中國人的錢 還是阿強的幹部 他說因為陳龍是中國政協委員 他就說陳柏惟跟陳龍打拼這件事 是因為他是阿強的幹部 這就是我欧 第二他說陳柏惟去給人家開讀 結果陳柏惟明明就是自己離職 因為他的律師今天有出來說 他說這個拼差不多是在20014年的時候 在中國打拼 那當時打拼了 差不多陳柏惟是在20017年的時候離開那間公司的 所以他是主緣自願提離職 而且他離職之前他還獲得一大筆的獎金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被開除 所以在這兩個事情 這就是知道是什麼 這幾個消息 騙騙什麼 就是這個詹江春議員 他的直播頻道很多人在看 很多國民黨的藍色信徒在看 所以你一天你侮辱名譽就算了 你侮辱那麼多人用這個頻道擴散出去 所以這個求償金額可以非常的高 那我們這邊今天早上開這個記者會也是主要來是講說 因為他都說陳柏惟是共幹 中共的幹部他說他是共幹 他就說陳柏惟吸這個中共的奶水 那今天台灣基進的秘書長陳信玉 他就出來說話 他就說因為這個陳柏惟出來 如果有這個陳柏惟這件事 其實很明顯就是什麼 他就是想要紅 對 他就想要想看陳柏惟進行全國 第一名都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他就想要出來我們在說的趁熱度 他就想要這個 他就想說 我跟他打完之後大家就會關注 我陳柏惟好像很紅 對 這是第一點 第一點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有可能有主人 叫他出來這個 喔 主人 比如說潑尿啊 潑黑啊 你知道嗎 那是說這個 他可能要護主啦 我這樣覺得 喔 就是這個 有的時候 這個有 一些沒實在的人 來到我們島 我們島的島也 一定在派演 可能是這個感覺 對 這個不是雞啦 喔喔喔 欸 這 反應很快喔 當然啦 這個 先跟大家說一下 他說是說今天去這會 這個台灣基層的秘書 有這個陳信玉 他就說啦 因為已經請了這個律師 來做這個提告了 這個動作 那陳信玉就強調了啦 他說其實今天我們出來提告這件事 不及時被還承播的一個功德啦 其實他也是為了要告訴 所謂告訴所謂的這個 親中藍 還有這個中國紅這些人 讓這些人知道 我們不會放任任何不實的指控 而且繼續來傷害台灣的這個公共討論品質 因為你這幾天就是假的嘛 在政府上面 你站長村你拿不出政府 你就慶祝跟他媽媽說什麼人拿中國的錢 拿中國做事 甚至他在這個直播裡面 我有去看四十分鐘 他竟然在裡面做什麼 你知道嗎 他唱倒鐵爐耶 在交換耶 他在替衝波的交換 你看這種人 台灣的議員 然後他做這種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一個議員 可以在直播裡面 然後做這麼沒有水準 這麼幼稚的行為 我真的覺得你 是不是投給你的人都跟你一樣 我不懂啦 我不知道這個人到底在幹嘛 不覺得一句話 這個國民黨不意外 真的是國民黨不意外 那這個陳博偉過去其實上節目的時候 他就早就說過他在中國做過事情 那甚至這個前陣子 因為他跟這個郭台銘 郭台銘這邊的辦公室的發言的人 同時上政論節目 他還跟對方比說 你去中國去比較多次 還是我去中國去比較多次 這很有趣啊 他就說那你去過中國那麼多次 我也去過很多次 我就知道那邊不跟台灣的生活方式 這也不一樣啊 對不對 你一直跟我說一國兩制多好 跟我說九二共識 你是投給派的喔 嗯 所以說這個事情 就是說 我認為啦 就是詹江春今天想要利用成龍的事件 來吵自己的知名度 真的是非常幼稚 而且非常糟糕的行為 對啊 這個秘書長還有繼續來講 他說 我們說過過年三季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個紅色的媒體 在台灣散播大量的假新聞 造成社會動盪 人心惶惶嘛 嗯 你進一個詹江春 你要透過陳柏惟這種專國 第一名度的立法委員 來用這種假新聞 你不就是間接要重新再來繼續傷害 我們台灣的民眾這個樂聽 聽的這個權利嘛 嗯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當然是不行啊 是 所以說這個我覺得提告是非常好 當然也很支持各位聽眾朋友 你如果在網路上面有被人家這個做人身攻擊 或謾罵 我們也支持你提告啦 我知道這個台灣基金 一直都有提供這個法律協助 就是可以免費諮詢 也歡迎大家這個可以多加利用 除了這個陳柏惟和台灣基金的當中央 來提告詹江春 是 因為他不是只有提告詹江春本人喔 他包括這些網友啊 因為有很多網友在詹江春會比較留言的時候 都有採人身攻擊啊 罵罵啊 等等這些事情 所以說連這些網友都會一併告下去啦 所以說其實有很多人有時候會覺得說 哇到底去年的這個韓國瑜所說的是什麼 愛與包容到底是怎麼來的齁 因為跟他們的陣營完全就是不相符嘛 反方向 對所以說他剛才說到的齁 是這個陳柏惟案例齁 接下來要說的是韓粉的案例啦 這個最近的報導齁 高雄有一個里長喔 就是叫做這個沈秀林 也是一個很優秀的里長 三民區的啦 對三民區的里長 哇這三民區真的是出一個陳柏惟 雖然說不動算啦 不過里長也是很有價值的齁 他在這個719淹水的時候 槓上韓國瑜 那之前齁這個特優資深里長表揚大會的時候 還貼出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韓國瑜要頒那個特殊里長這個 的獎狀給他嘛 他就貼了一個紙條齁 顛管什麼 苦民所苦睡到中午啦 我也很想要睡到中午 可是我今天7點半就睡不著自然醒了 你知道小柏這就是老了啦 這樣是不是我沒辦法苦民所苦 因為我沒睡到中午嘛 所以這樣表示我有可能是 沒什麼出來選擇 沒有我跟你說 你有可能是這個酒飲料不夠 哦 這樣有可能我麻煩 不是麻煩 我肯定要開直播就對了 一邊喝一邊直播這樣 是是 好我們繼續說回來齁 因為就用這樣方式去選這個韓國瑜嘛 就讓很多韓粉很不爽 所以韓粉就大批的湧入他的臉書啊 然後用電話來那個騷擾他啊 甚至還寄出這種 就是上面寫的紙條齁 寫說看你美品啊 上面寫的這些明信片啊 我是覺得說也是很有心啊 就是為了這個還特地寄一張明信片 那根據這個三立新聞網的報導 沈秀琳長他到這個警察局 向44名 哇這個數字 還蠻驚人的耶 他向44名十獅子提告啦 不是 你讓他糾正 四十獅子 對四十獅子 不是啦 韓粉提告 那筆錄做到一半喔 電話又響起 又卡電回來啊 至於韓粉喔 劈頭就罵他說 為什麼韓又流漏了啦 我就跟在市長旁邊 然後他這個中午很忙做的很辛苦 那這個沈秀琳就訪問他說你到底是誰嗎 沒想到這個韓粉喔還嗆他喔 就說你是睡在他旁邊嗎 對這個沈秀琳當下喔 他就擴音然後錄下證據啊 然後錄說光是這句話我就可以告他 欸我上次也有在辦公室接到韓粉打電話來罵人啊 他都沒有罵那種人身攻擊的 不然我也想告他你知道嗎 他都罵我什麼 他說韓國瑜做了什麼 你們憑什麼罷免他 然後我就去翻字典你知道嗎 韓國瑜到底做了什麼 翻很久 翻池海那麼厚喔 我都找不到韓國瑜做了什麼 可是你應該要訪問他說韓國瑜到底做了什麼 讓你投給他 他就會說 嗯他可能也說不出來 所以你怎樣啊 對啊所以這個真的就是齁 你知道這個愛與包容都是假的啦 我之前有個家教學生 他去讀那個教會系統的學校 這個當然是開個玩笑喔 這個沒有任何宗教的批評喔 他就會跟我說欸他會跟我說大哥哥 因為他叫我老師或大哥哥 他說老師我今天去上學的時候 校長跟我說這個我們都是天賦的孩子 我說喔那你讀這個教會系統的學校喔 他就說可是我爸沒有幫我繳學費 對欸 你有那個意思喔 沒聽過欸 因為他去學校嘛 老學長就跟他說你們都是主耶穌 上帝的孩子啦 因為教會都這樣教嘛 喔我知道耶 對耶穌是說上帝沒有幫他繳學費就對了 對啦對啦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啦 這就像這個一樣嘛 韓國瑜那麼好啊做了什麼 他也講不出個所以啦 你知道嗎 對 真的有遇過很多韓粉啦 真的會覺得說有點傻眼這樣 還有一些韓粉齁 這個身為自己身為這個這個市議員啊 我來講的喔 其實就是高雄的有很多 這裡公民都有議員 我感覺他們應該也是韓粉啦 因為他們真的都瞎挺韓啦 包括這個我們昨天在講的 這個拿氣爆事件出來在那邊消費的 很多嘛 陳麗娜啊 還有李亞進啊 東東這些人啊 都過多久了好不好 你們當年如果有真的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們當年就應該會要出來啦 怎麼等到現在才出來呢 所以說今天這個陳菊 這個總統府秘書長 當時也是時任高雄市長的陳菊菊姐 今天就透過這個民生出來講 他說 願窮盡一切力量 捍衛個人與團隊的清白 對藍營先前消費氣爆 抹黑造謠的惡意行為正式提告 哇 我是覺得有的時候 我當想在對國民黨的高雄議員跟他們講 你們應該要這個討厭的人 甚至你們應該要罵的人 應該是韓國瑜 今天就是因為他的民調很爛 你們才必須要在五年之後再度的 把自己背負自己的名譽 把自己的名聲都陪進去韓國瑜 這種很爛的民調裡面 然後來消費你們的選民 欸你不要說這個 什麼你們的選民 你們的選民裡面也有這些細胞所在乎啊 有的人是對陳菊市長的處理沒問題的耶 結果你們自己這些人有時候也是 是因為一些原因他們偷給你 可能因為有做服務有怎麼樣他們偷給你 可是不代表他們全部都對韓國瑜買單啊 那你們今天為了韓國瑜的民調 結果把你們自己支持者對你們的這個期待跟報復 然後把他們全部栽進了韓國瑜的這個民調裡面 我去想問這個黃紹婷啊 陳麗娜啊你們這些人 你們要先問自己真的值得嗎 你們真的這樣一股腦的挺韓 這樣韓國瑜現在在退燒 你以為你的選民裡面還有這麼多的韓粉嗎 你應該先問你自己啊 當然這是我作為一個對手陣營對你們的口墾啊 當然我也是希望你們繼續保持啦好不好 我是覺得說一直用假的消息來打 我認為這個都不是好事啊 對台灣的政治發展都不是好事 就是又回到一句說 大家可以看看 到底是誰都一直拿假的消息假的證據 然後假的這些資訊來這個做謀黑戰 然後最後再跳出來跟你講說 我們要跳脫藍綠惡兜 欸對不對 這個就陷入他們的這個惡意的巡迴 都是惡意的那個當中了嘛 所以說你如果是有聽到別人跟你說 什麼藍綠惡兜的就跟你說惡兜的老師 教的不好 我們這個老師要教我們 這個如果要跟別人吵架的時候 要拿事實出來跟別人吵架 是啊 因為我嫁你負責都拿不到 拿不好的東西來做負責 這樣其實你們就會變成跟詹江春一樣的下場 就是被告而已 沒錯 當然你們也會 我當然相信這些也是在賭說 這個判決出來可能已經選舉選完了 不過我想還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如果是告你們能夠拿到賠償金 我跟你們說這些賠償金 永遠都會是繼續來打倒你們國民黨最好的武器 拿國民黨的錢來打國民黨 就跟拿中國的錢搞台獨一樣 都是最好的武器 OK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跟聽眾朋友就聊到這邊 大家晚安 拜拜